他会分进节目问老师呢 他这个菜贵的事情 他感谢老师你跟他解答 但是呢他有说了 他说的就是 他想想就是是不是押肥不好吃 因为他四分底 带肥 甚至五五十包做鸡肥 面上有押肥很多肥包 连终缠缩毛 这个肥肥肥有失踪 后来他会认说 有一条没押到 是因为肥料不够 有押到没押 他会认说 真的就是有差 没押到呢 就是比较弱小一点点 就是生中性就是有差 所以有押肥很多跟没押肥很多 真的是有差 那再来就是说 他一星期里面 那个四美八次都有用 十四天里面就是用两次 所以老师到底他肥呢 是要怎么用 我怎么承认 这会是什么 嗯 这个在肥底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脏 这个肥其实已经算是不少了 那么你应该这是台肥 台肥五号的一个有机质肥料 那么这种的这个有机质 这在四分底用五十包 五十包因为现在这有机质一包是二十公斤 所以你如果是以五十包来说 这是不是一包二十公斤 所以你这样承认是刚才好一档 一档呢 一分底平均起来 两百五十公斤的一个这个 两百五十公斤的这个油肌肥 两百五十公斤的这个油肌肥 但是这台肥的这个油肌肥呢 啊 这个蛋零夹的这个B雷 这个NPK呢 它的蛋有百分之五啦 就是说它有百分之五的 这个丹零2.5 这个夹也差不多2.5 那么一般来说 如果是以这个 呃 台肥的这个肥料一蛋 百分之五 如果不够 它想办法够够够够够 所以通常它丹的都会比较 因为这个油肌肥的丹素是 是会变化 尤其是 przedsiębior 陽一萬元或是说 去汲 guess 里福 这很多我们台湾对这个肥料 其实 锨得非常紧 尤其对这些 对这个成分 金金级高 这级高到短 也不是对啦 但是这 노� 所以有人łość的 ud 他都會怕 行穩不夠 他都會保證有夠 所以你放心 他的5%差不多都5% 如果是5%來說 你250公斤 250公斤 算這140公斤的一個 像我們發肥的40公斤來算 他就是差不多6包 6包40公斤 你又有30公斤 你又有30公斤 所以你頂著就是一分底 打一包半的這個牛胺打底 所以你這個量 我個人是因為這個淡數5% 所以你這個量 不可以用太多 不是說這個肥料不好 他這個呢 他怕油脂質不夠 他裡面也放泥炭 什麼樣的油脂質含量 其實也都夠 這個也不是什麼不好的肥料 老實說 我個人也是因為說 他這種價錢可以買到肥料算是很不錯 而且我們在這個館長還有兩包 一個肥料很多 所以其實量 你可以把這個肥肥 尤其這個五包的這個量 比如說你四個問題 你還給他減10包剛才好 10包至15包都不要緊 把他減一順 那麼這個 從我們這樣來調整起來 應該就沒有什麼 應該是沒有什麼樣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種可以讓你稍微做一個了解 所以 在這家應該是沒有什麼 什麼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 打肥料你用 因為我們用這個奧地利國保肥 為什麼我們叫做奧地利國保肥 因為這支肥料保肥在歐洲去了好幾次 每次都覺得很好奇 尤其第一趟的時候 第一次去參觀這個採訪的時候 一些種種花 種賣蔬菜苗 賣蔬菜的地方 有很多做這種去看人在種那種甘霜 他們的無土栽培 但是他們無土栽培 他們上面會給他放一些鋁肉在館上 放這種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會給他放 要他就笑著笑著 就給他逼 逼給我看 因為我問說那是什麼 因為這個溝通有時候比較沒說 太好笑 營意也不好 營意不好也是比我更好 但是有時候他就知道 知道那個意思 要逼給我看 要看到都是這個東西 幾乎所有的採訪 有在種 有這些覆蓋率很高 一支杯料理 可以這麼做 這間公司的東西 他這間公司做不太多 就是大顆小顆的差別而已 有大顆的有小顆的 小顆的給種材料 用大顆的給我們種無土栽培 或者種普遍的 種歌曲的他們在用 大概是這種的差別而已 大概簡單來說就是只有這三片 他最主要的就是 他去帶動 精特的 投用裡面未成本的一個成長 所以你看起來會覺得效果還不錯 所以我是建議說 你現在就是 油膽2天開始 你肚子底部的油膽 讓他整理 他身中起來 他金有爆開 我們勾給他一點 那麼注意這個水粉 不會太過河 讓他打開 應該就好 有的部分的地方 可能油膽 油膽膜 油膽 因為很瘦 應該是要注意一下 剛才說到一天 跟你強調就是說 你用的這個油 甚至有這種油的東西 要注意一下 因為有時候菜櫃這段 溫度變化比較大 要小心 還有一個是 菜櫃在冷的時候 比較容易到微調病 那天有我說完之後 我們就去聽眾朋友 這也非常感謝他 跟阿伯說 這都是我們宗室的聽友 他就說這有可能 聽你這樣說 聽起來有可能是這個微調病 我說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是這個微調病 但是看不出來不是代表沒有 就是說我們也是要去去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這種微調病的可能性 所以這通常就是說我們在管理上的 要注意一下 當然在肥的部分 我們知道量有比較高一點 但是因為有一個含量高 所以雖然說這個肥有比較多 你比較慢再補就好了 就是說你再來比較慢 就說稍微慢一點點 這不太要緊 所以肥的部分 如果我們是要用我們稍微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這種情形就好 現在比較怕就是說 走一些微調病 微調病因為我們有架接 這在比較涼的天氣裡面 當然微調病比較容易發生 你如果是有架接 他通常比較沒有困難 但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一些這種傷害 基本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包括這些疫病 還是長腳看有什麼樣的問題 疫病 理科病 這種因為你有用奧地利國保肥 通常他在歐洲 他們是拿他來預防 來預防這種微調病 連包菌應該去的這種微調病 還是慢苦病 但是在我們台灣可能 這個效果比較不好 畢竟我們的病害比較嚴重 但是他有這種效果 就是說你可以來營 你用這種下去之後 你零天就灌一些BM菌 讓他快速回合起來 應該他很快 就可以正常的一個行動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四美八蓋 四美八蓋兩禮拜裡面 有用這個應該是還可以 不要再灌了 那麼你跟他一個這個 這個效果比較嚴重 也不一定要灌四美八蓋 如果有一點清水 也不一定要 這種這個叫做 沈海濾澡這種 因為我們土甲底 怕他肥太多 因為當時肥太多 他電腦比較不會開筋 因為你這個 尤其肥的量不少 所以呢 他如果是濕掉的 通常溫度價格 通常壓高溫的時候 他這個溫度不少 他會稍微 有時候會穿一點這種 那麼 阿摩尼亞 所以他就比較容易 一個類似的事情 但是這個不太嚴重 所以 應該是不太要緊 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麼 那麼肥就比較慢 這個四美八蓋可以停起來 漸期千萬還要再灌 那麼 一般通常就是說 你灌一點 千萬綠澡這種 還是說 玉米素這樣就好了 啊 這個 化肥料比較慢一點 但他心味有在量 有量灌起來 有些話在量燈當 那時候呢 我們轉油 加一點就好了 這大致上去這樣做 那麼可以給我們好朋友 稍作參考 好